嗨小伯伯 大家好呀 我是小公棍 今天3月30号了 3月份倒计时了哟 又是多云的一天 看了一下天上 没看到啥白云啊 但是感觉雾蒙蒙的 是不是啊 感觉真的是雾蒙蒙的 可能中午下午以后 太阳会特别的明媚吧 现在的话太阳是微微的 比较微弱的晒着 看这颗黑水晶 在2月26号的时候 我给它扒了枯叶 当时还扒枯叶的时候 不小心薅了一个小头下来呢 最近我听小伙伴跟我说 今年又开始流行 这种暗黑系的肉肉了 然后让我扒一点叶片下来叶擦 但是这颗黑水晶 我种植了应该有4年多了 我不知道扒的叶片下来 是否还有活力 能否叶叶成功 那我扒一下吧 试一试吧 这颗黑水晶的话 你们注意看 这个头是最黑的 是不是 这个头真的好黑 然后当时薅枯叶的时候 这个地方薅了一个小头下来 我给你们看一看 它浮盆情况怎么样 小伙伴们看 这一颗就是2月26号那天 然后不小心薅下来的 我这样摇晃了一下 我感觉它应该是在长根了 你看野草都长出来了 我觉得它的根应该也长出来了吧 这颗我就暂时不动它了 然后我来看一看 这颗黑水晶 先把下面这些枯叶给它扒掉吧 再下一点下沉的叶片 来给你扒一下枯叶 这颗好久没有浇水了 一直放在挂栏外面的 这个的话我 等会给它扒完枯叶以后 明天给它进一下盆吧 最近我在给多肉进盆呢 主要是在杀菌 下的凉仓雨吧 虽然说那个雨不是很大 但是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嘛 我觉得细菌也在复苏了 所以我给我的那些多肉都 进了一下盆杀杀菌 其实冬云系列的肉肉说实在的 我觉得枯叶都好难扒呀 还别说扒它的叶片了 等会我尝试一下吧 先来扒这一片 这一片我看到它是最下沉的 那我感觉活力不是很好 别跑来 贡献一片你的叶子好不好 这么轻松 我觉得究竟是没有扒下来呢 伸张点都没看到 失败 第一片以失败告终 我就说吧 这个冬云系列的肉肉 别说扒它的叶片了 扒枯叶都好难扒哦 你看这下面还有这么多枯叶在这里 下面通风应该还不错啊 哎呀我觉得这个组头吧 太太太老了 我来看看这个侧面的呢 我来看看这个侧面的呢 这个这个小头呢 小头好不好吧 啊不行不行 全都失败 一片都扒不下来吗 我把手伸进去一点 哦我真不行 这个太太厚肯叶子了 他都不让我扒他的一片 我再试最后一片 如果再试一片不行的话 我就放弃了 再试这一片吧 我把手伸进去一点 哇确实不行 连扒三片都不行 看来确实不好发展 它也没有那种要分侧头的倾向 否则的话到时候还可以剪一点小侧头下来 不肯扒就不肯扒吧 古堡你看 它不让我扒它的一片 捉急 把这个干枯的给它拔掉 也拔不掉 不好弄 算了放弃吧 这颗黑水晶 你可真护肚子呀 既然没有扒下它的叶片 我给它进一下盆吧 我觉得它的土都已经特别特别干了 说实在的 这个也应该要换一换土了 这个土让我觉得都已经板结了 最近在给多肉浸盆 我把它们拿出来 这些都已经浸好了 你看它这个表面的这个多元土已经变色了 然后这一颗也可以拿出来了 这一颗也拿出来 这一次浸盆杀菌我放的是这个 就是多猛心 它这个含了8%的多菌磷 42%的带生猛心 然后你看它这个其实还是会沉淀 来 你就在这里面好好的洗个药浴吧 乖乖的哟 下面我们干嘛呢 小伙伴们看 这几颗冰坡 美不美 跟你们登养的 或者是有的小伙伴的那些冰坡 比起来确实都美 因为我的这个冰坡 我感觉就是一直都没有出汤心 这几颗都是我叶叉出来的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们的妈妈 这个是它们的妈妈 哇 这个妈妈当初是阿鹏很正经送给我的 你们还记得吗 两年前 那个时候收到的时候可漂亮 粉红粉红的 我也没想到被我养成这个样子 第一次从它身上扒下来的叶片全军覆没 后来呢 第二次扒的叶片呢 然后就成功了这几颗 现在你们看 今天来给它们打扮打扮吧 虽然说颜值不高 但是我们也要臭美的 是不是 先把它的这个花剑给拔掉 然后这个枯叶 天呐 这枯叶 多少成枯叶 看看 这个枯叶 哇 好多成枯叶 这个多元土铺面 真的是 你们看 这个桩子 看到桩子了吗 桩子很漂亮 但是多肉的盐子不是很高 我觉得这种带 带糖心的多肉 确实可能不太适合鹿羊 还是得那个灯羊 或者是阳台散光羊 我决定这次给它们扒完枯叶以后 然后把它们放到那个玻璃棚下面去 看会不会好一些 看会不会好一些 它的枯叶倒是就扒完了 冰魄呀冰魄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你刚刚来到昆明的容颜啊 冰珀说我做不到呀 你这你的紫外线太强了 一下就把我给晒黑了 粉红的小脸蛋也被晒没了 真是不容易 我觉得像昆明像我这样乳养的话 可能不太适合养这种比较娇气的乳肉 这花间都给它拔掉 也不知道今年什么时候才有最好看的容颜啊 然后再来把这些发一下吧 去年不是我感觉他们有点状态了 挺好看的了吗 然后我就拍了照片给阿鹏 我就说来你来学两颗 我给你寄过来 阿鹏看了一下 可能都没兴趣 他应该觉得怎么养的那么难看 我真的已经经历了 昆明可能不太适合养这种 但是你说不适合养溏心吧 我觉得我的天鹅绒还是挺好看的呀 是不是小伙伴们 这个枯叶也怪蓝疤的 这颗冰珀 你今年冬天能不能出点状态给我看一看 它这个叶片和叶片之间好觅食呀 看都消耗了三四片叶子了 都还不好拔它的枯叶 更别说拔它的叶片了 哇 这一次全部连根霸起了 那几片枯叶 今天想弄一点黑水晶的叶片弄不下来 然后这个冰珀呢 给它打扮打扮吧 这颗就打扮好了 你们的冰珀开始有状态了吗 小伙伴们 晒一晒你们的冰珀呗 哇 这一颗 你还是个娃呀 你就开那么多花在这里 然后 我看到登养的小伙伴们 它们养的那个冰珀就很好看 很精致 哎呀 全疤断在里面了 我觉得吧 我这边的地理条件 以及我的这个养子条件 还是比较适合养那些霸气的 沉蒙鹿呀 就是它们长出来 会很霸气 像这种精致的小肉肉 可能还真不太适合我这里 你看嘛 养不出状态呀 我是很好的吃 或者呀 这颗试一试 或者把它们全部都搬到玻璃棚下面去 其实放在这边 就是靠栏的这边 我都没让它们一直曝晒的 就是到中午的时候都会放在那个葡萄架面 葡萄架的下面 有点遮阴的地方 否则的话我觉得如果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下晒的话 它们也受不了 哎呀 发不出来 好啦 好就这样吧 好啦小伙伴们 这些冰破被我打扮了一下 这个是妈妈 你们看颜值是否好看一些了 就这样吧 小伙伴的条件 只能养出这样的冰破了 我觉得 我已经很努力了 好啦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拜拜